媽媽是家裡最強的守護者 像安姐一樣 守護著兩個女兒, 讓她們成材 而Mimi就守護著她的女兒的興趣 讓她們快樂成長 Grace守護著兩個兒子 連自己的工作方向都改變 陪伴著她們, 守護著她們 今天就讓我跟這三個媽媽 跟她們聊聊天 問一下她們 她們心目中最強的守護者是誰 Grace, 不如這樣吧 你跟我們說說你的守護者是誰 我的守護者當然是我媽媽 今天我們很好, Grace媽媽, Connie 會透過Zoom跟我們見面 Conny, 你好 你好, 森美, 你好 你好, 媽媽, 你好 你好… 會照顧家庭的東西 是否在媽媽學回來的 絕對是… 因為我之前也說過 我們小時候五歲的時候 去了加拿大 她每天吃午飯的時候 她會輸入學校 開我們房間, 放一個熱烤烤的飯 她很希望我們在每個制度 細節位都會感受到她的鍾愛 即是希望你們有熱飯吃 是的 她近乎是偷走進去的 她經常被老師說 你不可以在這裡, 你走 在外國不喜歡媽媽走進學校 是的… 是的, 因為牠還沒打開中火 我知道他們十二時正會打開中火 十二時就立刻進去 他們在課室裡 而且我天天給他們不同的食物 對, 我試過打開是一隻雞腿 很棒 那現在你為什麼孝順媽媽呢 反而我會覺得我現在結婚之後 是少了時間陪媽媽走進去 很多時候我媽媽就是那種… 你如果過海海, 可能整頭的時候 你告訴我, 我很接近, 我走進去 牠就會走進去, 幫我按一下手 按一下肩頸 然後我經常說, 媽媽, 不用了 我現在已經30歲了, 不要 但牠就會覺得 不, 我現在只是跟你聊天 但你知道其實牠也會關心 你累不累嗎 我希望用我的行動表達到 我也希望你有休息的時間 而且很愛惜 是 我也想跟媽媽說 真的很感謝你 對, 鼓勵到我在人生上 要做一個樂觀、開心的人 雖然我很多時候會很情緒化 打給你哭, 說很多話 但你永遠都跟我說 不要緊, 媽媽在你身邊 媽媽, 支持你, 為你祈禱 我們就可以繼續哭下去 所以很感謝你, 媽媽 愛對於家庭來說, 相當重要 在Grace和Conny的家庭裡 我們就感受得到 多謝他們兩位 好, 接下來有哪個守護者出現呢 好, 咪咪, 你的專門守護者 不用說了 一定是她 對, 你的老公 對 如何守護你 真的, 如果家庭來說 由女兒出生 大部分時間都是由我老公做的 其實我一直以來 都有一個看法 其實每個人的能力 都不可能因為媽媽 就一定要做這些事情 對 又或者因為爸爸就一定不會做這些 所以一直以來我們在家裡 所有的工作或責任 其實都是因應我們的能力而分配 而不是因應媽媽或爸爸而分配 不過除了照顧小朋友之外 其實他也很照顧到我任何地方 譬如說, 其實心理也很多東西 因為我可能是比較粗 但她很細心 例如我有甚麼問題問到她 可能我只看到表面 但她會像洋蔥一樣 慢慢一層一層揭開 慢慢告訴你 雖然有時有點煩 但其實是對的 有甚麼說話反過來告訴她 我叫她上來,我不用跟她說 我直接抱著她親吻 兩個都是一個愛語言 是一隻肢體 你有甚麼說話跟她說 其實那句說話 我在結婚時已經說過 到現在我也可以再說一次 但的確,雖然我說這句說話 但超乎我的能力 因為我控制不了 我希望能夠照顧她 直至她最後的一口氣 很有思義的一刻 聽起來好像有點悲慘 但能夠愛到最後一口氣 不是那個人能做得到 果然是最強的守護者 到安安姐了 安安姐,你的最強守護者是誰 絕對是我媽媽 以前媽媽怎樣守護你 我想最影響的是她獨立的性格 因為她也是單身照顧我 這件事對我影響和給我一個很強的理念 就是一定可以排除萬難 照顧好你的下一代 媽媽離開時是否有事 都令你很遺憾 對,因為媽媽離開時 我剛在大陸的舞台劇 在大陸的時候 不可以送她最後一程 很遺憾 當時其實也很辛苦 因為你知道 演舞台劇是直播的 我要把所有情緒抑壓住 我不想影響整個團隊 我也沒有告訴她 到最後一場 我立即衝到後台 蹲在那裡,爆哭 因為我媽媽很疼愛我 我拘捕女兒 她這麼用心照顧我 我覺得我不可以陪在她身邊 送她最後一程 是我人生中一個很大的遺憾 還有一件事 我覺得在她離開前 做了一件事是很開心的 就是外嫁女兒到新年的時候 年初二就會回外交拜年 每年都會跟媽媽吃開年飯 那一年我們都訂在尖東某個地方 我忘記了會放煙花 那輛車就去不了 那一年我們就放了車去某個地方 然後在廣東道口 她一直跟我們走到尾巴 然後才去到餐廳 但我很感恩 那時候我媽媽已經92歲 她那天還扮得很漂亮 很優雅 跟我們一起吃飯 這件事是沒有做過 也不會再做的 永遠都留在我心裡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時刻 第二年她就離開了 感謝安姐跟我們分享 因為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安姐告訴我們就是陪伴 還有勇於表達你的愛 這是很重要的 謝謝安姐 別客氣 我